今日金包帶您來看到這樣的制度公平嗎 從明天開始呢 北北基桃市場裡面合法的攤商 是可以擴大接種疫苗 但是呢 位在台北市市林區的華融市場 現在有攤商向媒體來爆料了 他說自己在市場裡面已經擺攤了十四年 想不到疫苗是打造出來名單裡面 卻沒有它 仔細一看才發現上頭名單過半的都是地主 並非是成租攤商 好 現在自治會主任出面來回應了 說這一名攤商 他是屬於流動攤販 依照規定必須要是固定攤商 才能夠擺進名單裡面 拉高嗓音奮力叫賣市場人來人往 攤販做生意 每天都要接觸很多人 就怕成為防疫破口 指揮中心把合法攤商 納入第七類造冊施打人員 台北市市林的華融市場 卻傳出攤商打疫苗的名冊有問題 一名官信男攤販向媒體爆料 他在市場內成租攤位14年 卻不能列入防疫對象 華融市場內有250個攤位 每個攤位有兩個名額 共計有500人可以接種疫苗 但交出去的名單多半是地主或房東 質疑自治會開後門打疫苗 政府是先開放給固定攤商 來做一個優先施打的對象 那在對這個官先生解釋告知的情形之下 他仍然依然還是搶著要先登記 那所以還會造成這樣子 自治會主任出面澄清 這名攤商有被列入名冊中 點出問題的主因 就是這名攤商屬於流動攤販 目前依規定是開放給市場的固定攤商 施打 但也衍生出原先登記的地主 並非是真正做生意的攤商 造成收租人可以打疫苗 但一線攤商卻打不到疫苗的窘境 如今疫苗吃緊每一劑都很珍貴 打針也要打對人造成亂象問題 相關單位得嚴加把關 記者王嘉慶 廖偉紅採訪報導 在沙發採訪報導 嗨! 你看 linger這裡 好 嗨! 嗨! 嗨大 嗨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